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格要差一万五 所以您买两区还是买四区 取决于您在什么地区 在我们东北地区 尤其北方下雪 四区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在冰雪 湿滑路面 四区的附着能力和驱动能力 安全性要优于两区的 其他地方 你比如说不怎么下雪 或者是接冰 两区的就足够了 它的性价比更高 毕竟差一万五千块钱 至于20到25之间 你能选的车型非常的多 如果你喜欢骑坐 那么这个价位区间里边 可能哈兰达是我的推荐 2.0T的贯道 还有探月的兄弟车型 图光L 现在卖的都不错 再加上别克的昂科威 2.0T 9AT的优惠力度 动辄五六万 性价比也不错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你好 胡老师 我想咨询一下 最近想买车 想买一台价格 在七万到九万左右的小轿车 想买国内的自主品牌 之前看上了长安的 1.6升的长安逆动 DT自动智享版了 还有奇瑞的爱瑞泽5CVT自在版了 还有吉利的1.5升的 地豪CVT向上互联版 与吉利远景1.5升CVT尊贵版 现在看上这几款车 现在比较纠结 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意见 谢谢 首先说呢 这个价位区间呢 是咱们自主品牌的天下 您说的这些车型呢 总体来说都还是挺靠谱的 但是它们还是有点分三车九转 首先说呢 吉利的车型呢 现在它有这个沃尔沃技术的加持啊 它这个研发和这个品控方面进步神速 这个奇瑞的爱瑞泽实际也不错 但是奇瑞这几年的这个势头 不如吉利那么热啊 所以我建议您啊 考虑考虑买吉利GL吧 那个毕竟 它这种车的定位品控方方面面 是优于它的竞争对手的啊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老胡你好 请问截图X90真实油耗 听说1.5T有点肉 买1.5T还是1.6T的好 几座的放到旅行最好 对比瑞虎8买哪个好 对比三大件哪个好 感谢 首先说呢 这个截图啊 也是奇瑞的品牌 它独立出来以后啊 就类似于这个哈佛和长城的关系啊 实际它的这个动力总成啊 和底盘啊 跟瑞虎8是一样的啊 您提到的1.5T是老款机器啊 这个1.6T的是第三代 它的动力啊 和这个扭力啊 造1.5T的有了长足的进步啊 所以无论是你买截图还是瑞虎8 我都建议你买1.6T的 动力又好 油耗还低啊 我们的经验是1.6T啊 搭配的这个呃 双离合或者是这个 这个8速的自动挡 油耗都能控制在10个1里啊 至于您买瑞虎8 还是买这个截图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是要理的 还是要面子的问题啊 可能截图的外观更拉风一些 但是我觉得虎8更实在 买1.6T 呃 日虎8我觉得是我的推荐 希望我的回答 能帮到您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呢 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虎坎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意义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